农村小哥捡石头 今天来切一个玛脑石啊 打灯透光很大 玛脑石的话 它一般打灯透光都很大 这个石头 它是有手镯味的 先给它切开 看一下能不能出手镯 它这边敲口的话 看到里面有这个黄色的柚子啊 它这边 有黄色的柚子 它这边的话应该也是有的 因为可以看出 它这边的玛脑纹比较小 这边的玛脑纹比较大 然后它的颜色应该就是 会贯穿过来了 玛脑石的话 你不切开 有时候看外表 也感觉很普通 但是你切开的话 它有时候会出现那些天阳的图案 特别是一些图案 它比较有向形度的 让人看了都感觉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好我们给它切一刀 这一个可能图案出不了 就看里面这个色多不多了 因为一个石头 它的颜色也是很重要的 有着鲜艳的颜色 就可以吸引大家的眼球啊 好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 先把这个皮给它切了一下 两边去掉皮的话 发现这个鲜还是进来了啊 但是可以看出中间的颜色啊 还是比较艳丽的 然后往中间要给它开了一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刀也是非常关键 如果这个鲜没有进到中间的话 还是可以出手镯的 好来那位 刚才一刀下去 没吃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的颜色 还真的是比较样力啊 很黄 然后这个地方 又有一点粉红色啊 但是这个鲜还是进来了 不然出一条手镯 真的是不得了 现在看这个情况的话 只能给它出挂件了 石头这个东西 真的是说不准的 所以说 为什么很多网友说 干嘛好好的一个石头 又把它切开了 你不切开的话 怎么能得到里面 这么美丽的画面 玩石头只能说各有所需吧 有些人喜欢它整个 有人就喜欢把它切开 蛮脑的话 一般打灯啊 这个透光都是很大的啊 这个料子可以说是 纯纯的鸡油黄啊 每天切石头啊 分享石头的美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啊 农村小哥剪石头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了